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我们准备了要准备一个锡纸做的像小碗一样这样子 然后呢放点盐在盘子里 这是普通的家里面的食用盐 就是你在家里面搞定它很容易 然后一会我们把酒呢就倒在这个盐上面 然后给它点燃 哦真的要用酒 看来真的是正儿八经的活了 对我们今天有口福了 没错 然后这个机芯呢我们拿回来以后呢 先给它破开 然后给它洗干净 把里边的血水啊给它洗出来 那我们那个机芯有的时候在菜市场中挑啊 会有那个比较肥大的 有的时候呢它还有的很小 什么样的更好吃或者说更健康一些 我们回来选机芯呢 它因为它现在这种养殖的了 就说它根据它这个鸡的品种不一样 它会有大有小的 对 那么我们大小来说 对我们来说都是不是很 无所谓 无所谓 就是平时上 然后就说这种脂肪的这种部位呢 我们买回来把它去掉就可以了 就这个一看是个胖鸡 对 因为现在是养殖的 所以它这个新包膜这块呢 那我们就给它用剪子剪掉 或者说我们在买的时候呢 就让它们给我们清理掉就可以了 一盘子的鸡芯这是多少只鸡 我们吃它的精华部位 那我们改刀呢 就是把它切开来之后呢 我们给它这样 不要切断 给它切上一些刀口 竖子 你这个状态就有点像我们平时的时候呢 比如做什么腰片之类的 就是初加工的状态 是的 那种一字刀 对打个刀 打上一个一字刀口 这样子这个刀口呢 一个便于重熟 再一个呢 它便于入味的 对 最后呢 还有一个还比较好看一点 内脏了一个食物 我觉得入味挺难的 是没错 因为它本身它有味道 又比较厚 没错 那我们改好刀以后呢 我们就给它 略微给它腌制一下 这个腌制呢 可能比普通的腌制呢 稍微复杂一点 用的东西稍微多一点 但我觉得您用的这些东西 家里都能找到 都能 但是这个可能不是很容易找得到 这是什么 沙姜粉 沙姜粉 对 它是一种香料磨成的粉 就是沙 沙姜 我们一般都会有这种干的沙姜在这个 沙姜 就是 就是卖香料的那会有卖 卖香料那有 有点咖喱的味道 因为咖喱里边也会有这个沙 沙姜 不是说它有咖喱的味道 是咖喱里面有沙姜粉的味道 因为有沙姜 对 那我们看看这比例 您刚才用的是五香粉 这是胡椒粉 胡椒粉 然后沙姜粉呢 差不多也就是死五克吧 那大厨我问一下您 在那个沙姜粉一般的话 在烹饪中 什么情况下会用它多一些呢 一般是做鸡的时候 会用到沙姜多一些 这个鸡呢 它这个味道和沙 沙姜比较融合一些 我给大家喜欢一下它的味道 它的味道呢 就是咖喱中的一个 很重要的味道之一 我觉得 它有点那个淡淡的 好像是草药那种草根之类的味道 是 然后 它能掩盖这个鸡的腥味 最主要这个沙姜呢 它有这个健脾 助消化的效果 这个味道有点像我们以前的时候 去那种中药铺子 就是飘出来那种味道 有点像 反正它是一种中药来的 因为它就是属于草根类的 所以都是一个味 明白了 沙姜粉呢 大厨用了这个汤勺 这样的汤勺用了三分之二的位置吧 差不多也就 三分之一多一点 五克左右 然后您又加了一些胡椒粉 也是跟它差不多 然后 然后盐和糖 料酒 酱油 还有蚝油 这些我们都要放进去 腌制 对 好 这些我们的腌制步骤要在做菜 之前 十分钟左右 不用太早的腌制 对 那我们这个豆腐乳呢 我们也要给它用一点 像这些鸡肉 差不多 鸡心呢 差不多有250克左右 我们用半块豆腐乳就OK了 那大厨我们用豆腐乳块 半块 为什么不用那个奶乳汁呢 奶乳汁呢 它的这种香气和这个还稍微差一点点 这个更浓吧 这个香气更浓一些 豆腐乳更浓一点 15克15克 15克 好嘞 这就调好了吗 就是这样的调料呢 我们已经加齐了 这个叉烧酱在里边呢 它起到一个棕色棕味的一个作用 叉烧酱呢 它略微带有一点那种红亮的颜色 然后回来以后呢 我们给它来一点这种水淀粉 水淀粉泡湿了以后 抓在里边 这样子 好像给它上浆一样 好 把它放到一边 然后呢 就给它抓匀 然后呢 你抓匀的这个过程呢 也是给它入味的一个过程 就是给它多揉一揉 把豆腐乳给它压碎 10分钟 准备腌10分钟 那我们这时间呢 我们也不要闲着 我们给它做什么呢 给它把这个配料呢 给它切一切 配料今天就是我们所说的 香春了 香春 这个香春呢 我们取到这个香春之后呢 给它洗干 洗干净 然后给它放到一个控水 给它控干 沥干水 沥干水分 让它越少越好 好了 那今天我们用 它呢 也是切碎 了规矩是吧 这个呢 因为我们要用热炒了 我们就不给它焯水了 热炒它也会去除 对 这个亚香酸盐呢 就是我们加热的时候 它也可以分解的 有没有听到一些大厨 切它的那个声音 大家听听看 非常清脆的 是比较嫩一点的香春 然后这个辣椒呢 也是给它切薄薄的圈 提醒大家 做这个准备工作的同时呢 我们一会儿的机芯要放油锅里面 炸一下 去炸 对 所以说你的量不走 那边大厨已经把我们的油热着了 您在家里面做这道菜 说有热的油 那这个配料我们切好之后呢 这个油在六成热的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下锅了 好 这个下锅的时候 不要一下子给它倒进去 六成热的时候 就是油温不是算太高 对 就是差不多 就刚刚有一点冒清烟的那种感觉 就可以 因为这个机芯水分很大的 你要是一下子下去以后 它会冒出来的 那我们逐步的放下去 生机的 要炸很久吗 大学 不要 炸久了呢 它就会不那么嫩了 那几分钟是 差不多也就最多两分钟 两分钟 我们边炸边看 颜色也会有变化 对 我们边炸边看 它会我们改刀改刀一字刀 然后机器它也炸到这么翻开 所以说其实我觉得这个还炸到造型挺漂亮的 是的 机芯还是比较容易成熟的 对 因为我们改刀了它是非常细小的 虽然说它是连在一起的 但是它每一条之间它都是非常小非常薄的 好了 好 现在我们要把它直接放在稀释里面吗 不不不我们还要炒 单程出来它 是吧 好 就把盘子放这里好了 就这样 好了 控着油是吧 放这里控一下油 好了 大家看看它有过完油之后 它那个样子 它蛮够人食欲的 是不是 而且我觉得因为它之前有很多的酱汁在那边 所以说它整个的味道其实在炸的时候 已经有味了 我们在炒的时候呢 就简单的给它加一点底味就OK了 我不自觉的它炸了之后压了一口口水 是啊 很香 味道太浓了 嗯 不合口味 那我们这边另起一个锅 我们把这个配料呢 给它炒一下 少加一点油 这个油呢 一点点就够了 因为我们刚才炸鸡心的时候呢 它会沾很多油了 对 好 韧开之后呢 我们这个辣椒啊 香椿啊 就可以放进去了 不过要先放下辣椒去 让它炒一炒 嗯 这个炒的时间呢 不要过长啊 它要让它保持一定的脆度在里边啊 大把的香椿 对 这个香椿进去 嗯 就是说我们的香椿呢 只要是给它加热 就能去除下酵酸盐 对 加热 然后加一点水 嗯 然后呢 就容易 水溶性的 它就容易出来了 嗯 就破坏酵酸盐 还在想 你看 蔬菜我们焯水都掌握时间 嗯 那香椿的烫完之后 是不是代表它的 营养素会损失 就走掉了 一般呢 像香椿的 它里面主要发挥作用的东西是香椿素 嗯 还有呢 就是白大胡萝卜素 以及维生素E 嗯 那么这些呢 全是脂溶性的 嗯 脂溶性的营养素 所以刚才我们提到的它的保存 比如说我们把它焯水以后呢 冷冻 嗯 那么香椿的味道都不会去除 嗯 那么你看咱们冬季拿出来香椿呢 还是有香椿的味道 这就说明它的脂溶性呢 是非常好的 那也就代表着香椿焯完水之后呢 它的主要 我们需要的营养素 都能保留 没有破坏到 都保留了 对对对 没错 放心 好了 大猪这边给它随意翻炒一下 嗯 哎 这个呢 就是炒过以后呢 我们就可以给它稍微放点盐啊 放点糖啊 就是给这个香椿和辣椒的味道 给它给足就够了啊 我们鸡心呢 已经有味了啊 嗯 然后呢 我们就可以把它放到这个 已经做好的这个锡箔纸的这个碗里边啊 成菜现在这个感觉也挺漂亮的 而且我觉得这个味道 嗯 因为大家知道鸡漆啊 它刚才有调过味 所以炸完之后它很香的 嗯 然后香 但是有点香 有点易的 怎么办 有那个香椿在里面 对 它的清晰 它能够简易 嗯 综合一下 对 没错 自然的反应 是啊 嗯 好 那我们装好了之后呢 我们这个酒就可以放下去了啊 哎 就是顺着这个 放在盐里面 就是锡箔纸的边呢 哎 给它倒下去一点啊 哇 现在是点火的过程 啊 这个这个菜很有气氛 我觉得 是啊 哇 哦 这时候应该唱那个 Happy Birthday的歌吧 是不是啊 好了 现在可以了 OK 把它轻轻的点着 这样慢慢的 上桌的时候 盐上面的酒精 继续给它加热 大家看看 哇 不敢碰台 现在整个火苗飞起来了 来吧 我们借着这股势头 借着这股兴致 享受火燎机 来了 借着这股势头 我们尝尝看 哟 劈里啪啦 里面有听到的一个声音呢 这边就是火 哇 吃的是这个气氛 很嫩的 这个鸡心带了香春的味道 非常非常清新 像我说的 鸡心本身呢 会有点油腻 有香春 正好把它中和 是 好吃极了 鸡心